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莲藕 柚子等等 以消除阴气候影响造成的身体不是达到以赡养生的效果 而秋季的主打水果之一柚子 正是养肺和缓解感冒 咳嘴和上火的佳品 柚子的营养价值 柚子个头比较大 每年的农历8月15左右成熟 皮后耐藏 存放三个月而不失香味 固有天然水果罐头之称 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 深水化合物 钙 磷 叠 甲 纳 铭 蒙 锡 铜 锡 维生素 C 胡萝卜素 维生素 B1 B2 尼克酸等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 是公认的最具食疗功效的水果之一 柚子食疗功效在《本草纲目》中有记载 饮食 去肠胃中热气 解酒毒 治饮酒人口气 不思湿口袋 化痰止咳 而以柚子制成茶几 在我国古代以及其他国家都有次习惯 此外 《本草纲目》中还说 柚子胃甘酸 性寒 具有理气化痰 润肺清肠 补血健脾等功效 能致食少 口淡 消化不良等症 能帮助消化 除痰止咳 理气散节 柚子皮还能够顺气 去油介力 是轻火的上品 长期食用还有美容之功效 现代研究表明 柚子对人体的健康益处多多 可以降血糖 升糖指数低 糖要变 高血压及肥胖症患者的食疗加品 降血脂 降血压 柚皮肝和橙皮肝 这些成分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 减少血栓形成 提高免疫力 预防癌症 还可以美容 痒颜 柚子虽好 并不是每个人都合适 这些情况要注意 1. 柚子不能与某些药品同服 林虫发现 高脂血症病人 如果用一杯柚子汁 送服一片降脂药片 降血脂作用相当于用一杯水送服12到15片同类药 病人会因此出现肌肉疼痛 甚至肾脏病变 所以 柚子和某些药物会发生不良反应 如环包素 咖啡因 盖结抗剂 吸杀臂力等 饮用一杯柚子汁 与药物产生作用的可能性会为12、24小时 因此 正在服药的病人 尤其是老年人 最好不要吃柚子或喝柚子汁 二夫避孕药的女性应季时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 柚子对避孕药的影响最为突出 专家称 如果服用了避孕药的妇女 在性生活后食用一到二个柚子 或者直接用一大杯柚子汁送服避孕药 那么她就有可能成为一名母亲 原因就在于柚子阻碍了身体对避孕药的吸收 三 身体虚寒的人不宜多吃 二 柚子性寒 皮靴屑屑屑的人 吃了会引起腹泻 四 食用不宜过量 如果一次食用量过多 不仅会影响肝脏解涂 使肝脏受到损伤 而且还会引起其他不良反应 柚子的选购 柚子的品种很多 最常见的是蜜柚和沙田柚 选购柚子时 可以一看 二稳 三按 好柚子身材一般比较云成宝满 上肩下宽 表皮薄而光润 色泽淡绿或淡黄 其次 成熟的袖子闻起来芳香浓郁 另外 用手指按一按 果皮下些没有淡性的柚子说明皮后 质量较差 此外 如果刚买回家的柚子吃起来咸酸 可以在室内放置积淡 待果实水分逐渐蒸发消水后 吃起来会更甜 柚子不光可以直接食用 也可以和其他食材搭配 效果更好 如柚子炖鸡 柚子茶 柚子皮炒菜 柚子瘦肉汤 说的我不油的咽下好几口口水